欢迎收看11月20号的财经Espeso 晚上好 我是微命 首先来关注股汇行情 亚洲股市起落参半 马股则在顶级手套和速补马 两只手套股止跌回升的情况之下走高 必试时上升10.07点 以1593.75点挂收 会试方面 马币兑换美元升上4.0900令吉 兑换新元持平 接下来要起embley单元 各行各业为了抵御冠病冲击 纷纷大手缩减人手和业务 而业务遍布东门市场的全国第二大银行 连昌集团也不例外 金融服务职业网站看到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连昌集团评估新加坡业务之后 将解雇三位高层 包括消费银行 商业银行和企业银行的主管 他们将在月底离职 实际上连昌集团不久之前就盛传 可能退出泰国的商业银行业务 并且会重组新加坡的商业银行业务 而日前 该集团传出辞退新加坡多位主管的消息 也让这些传言更为可信 来看林伟财旗下 近来股下沉压的顶级手套 该公司在截至今年8月底的 2020年财政年 近赚了18亿7千万令吉 创下了新高 但是却从9月份至今 花掉了超过一半的金额 也就是9亿8413万令吉 来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 而这也可能创下马股第一家 花这么多钱来回购持股的上市公司 今天 底级手套连续第9个交易日 回购自家的股权 斥资6994万令吉 回购958万股 价格介于7令吉25仙至7令吉35仙 目前 底级手套库存股也提高至 1亿3507万股 等于1.65%的股权 政府追税不手软 继国家能源西港今年陆续传来噩耗之后 最新一家被追税对象是电讯业龙头 民讯 该集团发文告透露 旗下独资子公司 民讯宽评有限公司 遭内陆收收局发出附加征税通知 以征收2016年至2017年的 1亿4000万令吉附加税收和罚款 对此 NBSB将提出挑战 并且表明在没有定案之前 不会对民讯内部财务构成影响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